各位現場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這套電影的導演劉慧恒 大家好 好多謝大家來看出租家人的天場 今天呢 我帶了一個朋友來 周嘉儀 周嘉儀 第一次我們兩個一起出動 去宣傳這套電影出租家人 剛才在這裡 好多謝大家 現場有很多 依然有小朋友在這裡 有小朋友有媒體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稍後把你的意見送給我們 手下留情 我們3月14日才上畫 現在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完之後 其實可能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忙說你的感受 就好了 希望大家多點在社交媒體上說一下 希望多些人知道有這套電影 我們3月14日就會上 我輕輕說說當日創作的因由 因為 其實在三年多之前 當時疫情開始 我就想 有什麼拍攝呢 我又看到 家人又見不到 有人移民 又吃不到飯 還有人發現香港的家庭關係 好像越來越差 我就說 不如拍一個家庭的故事 但是又不要這麼說教 可不可以有些 乖用一個虛構的故事去說 影射香港的家庭關係呢 我跟兩位年輕的編劇 一起創作了這個故事出來 期間當然有很多的修改 波折 也都慢慢 又有很多不同的演員 加上智慧哥 還有請嘉儀加樂 最後就形成了這次的這套電影 裡面其實都是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 無論是你的家人也好 你的另一半也好 你的兄弟姐妹也好 或者你的朋友也好 其實都好好珍惜大家的關係 是啊 因為人生都是第一次 不要說這些 可能不是新年醒的 我也要做思宜的角色 三嘉儀拍這個戲的時候 有什麼深刻的畫面呢 導演很好人 我一定會這麼說 我怕你下途不找我 有沒有被艇嘉儀那場戲弄哭 我那場戲 即是她和田某姐在海邊 那場戲其實我自己是 是 相當深刻的 因為當時我跟嘉儀和田某姐 說你自己做吧 我們走到一旁 因為我很怕在現場見到演員哭 那到我去剪片的時候 我就發現 很變態的導演 寫個劇本又要別人哭 然後拍的時候 很怕在現場見到別人哭 然後我就走到一旁 你自己做吧 然後哭到 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嘉儀哭到在現場 就要跳口車 一直掃她背脊 安慰她 因為當時她真的哭得很厲害 那第二 是很shade 第二就是 後來我就發現 剪片的時候 周嘉儀就用了一個技術 就是她不是馬上哭的 她想哭 然後領一領個人 才忍著不哭 直到她真的扭到她的膝蓋 才哭 後來我剛剛在十五分鐘之前 才知道 嘉儀怎麼會用這種方法去演 因為其實經常都是 你看到演員在哭 又不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最抽心的就是 你還要顧及你的對手感受 譬如田柳姐的狀況 在這個環境下 你不可以在她面前哭 你想安慰她 你想鼓勵她 所以就想忍著 真的不想哭 但其實內心又知道 唉 就是這樣 觀眾有什麼想了解 或者想問嗎 是 等一下 你們說得OK 她當然要點頭 都想問一下大家覺得這部戲是OK的 因為她還沒看 我還沒看 因為我自己拍了 但是我還沒看 請問她說什麼 OK 謝謝你 你很肯定 還要這樣 大家如果對這部戲有什麼意見 或者什麼可以 是 有話要問 請問 我想問 因為我跟蕎柳姐做得很紅 但為什麼會特地找蕎柳姐出去工作 這個要多謝監製自衛哥 當時我們就想 究竟哪一個去踏下去曾智慧好呢 我來找周家儀 我有考慮過 她真的有講過 可以從那個角色嗎 我說不要 後來我們就想了很多 combination 她是一個很好的監製 她會想到 香港的觀眾 會想看到哪一個有驚喜 因為她也跟很多演員合作過 沒有說名 如果又是她 又是她 又是她就見過 她有一天說 譬如嘗試怎麼留 第一她在香港我沒有拍過戲 第二就是她一直拍喜劇多 這次還要拍一個這樣的角色 對她來說也是一個很新鮮 而其實蕎柳姐也不是經常拍攝的 她也要看劇本 她一收到劇本之後 她就說好我飛回來 我總覺得蕎柳姐很好 當時我們要隔離她 飛回來香港好像隔離七天 我還拿了一些飯去酒店給她 我還記得 她也專心回來演 所以我要很多蕎柳姐 而且確她帶了很多新鮮感給我們 因為在我的腦海當中 我仍然停留在他來自江戶 和開心羅辦超家人 我想很多小朋友 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衝出來 開心羅辦超家人的甜蕎 這次我是 要多謝蕎柳姐 她在現場很疼我們 很疼我們 而且她好像一個小孩子 很開心 她經常都很開心 她經常想 今天去哪裡吃東西 好啊 很棒 對 那最後一句 請問為什麼 有這一句說話 由國語說的呢 這個 多謝蕎柳姐 他這句是 我還記得那天 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事 我不知道 就是那天 蕎柳姐她說的 就是 在開股 開股 為什麼她是她老婆那裡 我一直都 很希望有一個機會 能夠再 去做一次 夫妻今次今夜上天 給我一個機會 其實當時 我們拍到凌晨四點幾 那天蕎柳姐就說 我講到那裏 我聽不懂 你知道廣東話幾多人說的 我又覺得 用柏語所說 那些過語很難 然後我說 當時我有事很忐忌 我說 這麼奇怪 後來呢 我是叫天蕎柳姐 拍多個版本 是說廣東話 到我們選影片的時候 我們 看過的人 都覺得 一定是國語的 為什麼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 如果大家聽整個戲 都應該聽得出 天蕎柳這個角色 她不是一個 她是一個外省人 她有一點點 不標準的廣東話 所以 她突然之間跳到台 去講國語 是合理的 第二 就是她的情緒 天蕎柳姐在那裏 她說的 其實我當時在現場 然後是起雞皮 她突然之間說 一句直醒 整場戲突然之間說 一句國語 我是打了個凸 雖然我有一點點掙扎 是不是應該這樣用 所以我們最後 都是選一題 是第一題 是第一題 四點幾拍 當時我們 大家都差不多睡著了 大家還有什麼 有什麼意見 或者提問 請說 最後一場戲 到最後一場戲 就是林美出來說 何時可以出租 你說一句 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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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租 噢 她問他 其實她是 她打電話給陳嘉樂 那位導演 噢 其實她是一個 她想哄天蕎姐開心 因為她知道她的時候 就很多了 所以她想叫他們 從她眼中的家人回來 陪伴天蕎姐 走他最後的一段路 所以他那句說話是與大相關的 有沒有空做一個工作 然後阿家說我沒有做這個好久 那幫幫忙行不行 其實就是想暗淺下去 其實在他們眼中 這班人已經暗暗地成為了好像一家人的角色 所以才再Echo 就是後來當阿家儀在 天樂姐的膝蓋那裡 她說了一句說話 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不是假裝一家人 是他們真的是一家人 所以那場戲其實不是假裝的一家人 是他們已經成為了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一家人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懷疑剛才那個主題曲是串錯字的 好 好 我每一場都要解釋一次 下次都會說 好 大家以為Family是多了R 大家聽聽草蠻唱Family 是專門唱Family 大家可以上去Google找一下Family 為甚麼 Family就是一個新的字 這幾年才有一個親密到好像家人這樣的朋友 就叫Family Friend and Family 上網找到的 當時蔡惠智寫了一首歌 叫Family 竟然和這套戲是非常之不留而合 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都像家人一樣親密 於是我就用了這首歌來做主題曲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去現場解釋 叫Family 希望大家幫幫忙 導演不是寫錯字 我們不是宣傳不是很不認真 是因為有些人說小編 請你認真一點做宣傳 不是啊 這是Family 我們要不斷地去解話 而真的有這個字 Family 大家記住 多謝再次 是不是你們要去看什麼 看什麼 西藥漢節 要去看西藥漢節 你們 差不多 James是不是 我們可以和大家拍一張大笑嗎 要快拍 你們這間呢 我和阿嘉儀都在外面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媒體朋友 或者不同的朋友 大家想多問一些 聊聊天 我們在外面會等大家 大家如果覺得好看 就要多加點纏慾錦 寫文在 contribution 哎呀 手下留情 因為呢 真是 多謝你幫我宣傳電話節目 因為呢 這個戲是不容易吸引到 觀眾馬上入場看的 真的要靠大家的口碑 那希望進來 你無論是帶著笑 或者帶著 一些淚水出去也好 都希望你們會有 拿到一份祝福 希望這份祝福可以傳給更多人 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嘉儀 今天呢 他裡面有事做 都要推薦些東西給我抓了 今天這個很重要 很多媒體的朋友在這裡 他叮千叮萬了 你記得說 叫大家手下留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出賣了 因為這套是我們 我首先要多謝電影公司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導演是一個好好心理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看這套戲有沒有覺得 這件事 就是他很想說那個情 你不用背著你 就是他是一個好心理 就是我看到你那個 很善良的心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覺得好看 就介紹給更多人看 或者請你的家人去看 一個星期上不上到 是啊 第一個星期就定生死 我們第一句 我們說得很白的 不是 頭幾天定生死了 現在 就搞定了 所以要多謝電影公司 一些這樣的題材 這麼不噱頭的 講愛 這麼老套的題材 他們都還不肯拍 那我希望 喂 但你算厲害的了 你有飛車 哈哈哈哈 出來吧 喂 威水的 多謝CREATE HOME HOME 是的 我都希望 未必一定是我拍的 但起碼 原來香港人都還想看到這些電影 是的 真的很香港的東西 希望大家 可以幫忙去推介一下 現在可以先推一會 3月14日前我可以再推 是的 請大家推推推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先拍照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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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 三、二、三、四、三、四、一、二、三、五 好,恭喜 好,希望大家一會兒除了導演和家瑜會和大家聊天之外 我們要入場前派了一張心意卡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話想和你的至愛親朋說 都可以寫在大二流貼在外面的逼步版 我們還會有一個官吼的拍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外,今天我們送了一些紙巾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用 本來是想讓你們哭 不知道 另外,這個是小弟的IG 我們接下來會開始開... 開...開...開... 現在告訴你 會開Live 因為今天很短時間講不完 我們遲些大家留意小弟和出宗家人的官方IG 我們會開始找一些演員朋友 台節目後去講一下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 當中的一點點滴滴的 大家密切留意 謝謝 大家也可以按我在出宗家 是的 另外,我們五月份應該會有另一套作品 跟家瑜合作的 叫做 是呀,反氣泡戰聯盟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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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